好了 鄉親在新聞頭起先來關心 蓋意在網路上面發表言論的鄉親要注意囉 中華一名鄧世南主說在社群網站大門中 說某一間建設公司跳票 提出建設公司的名字受訊 是來拿出告示 經過電風人士出面來挑戒 鄧世南主雖然不需要受到行事和民事訴訟 但必須要公開就欠 鄧親在國大報紙和電視間上就欠欠欺負 親親在郁宮向建設公司當事長就欠 還在國大報紙來勸功告 就因為在網路上發佈不時的言論 對於網路上頗穩的行為 我對於聚將建設真的感到十分的抱歉 也希望以後社會大眾在網路上發言一定要有所本 一定要確實查證才可以發言 所以才不會造成我這樣的憾事一再重演 也謝謝聚將建設願意在這次的記者會原諒我一時失慮的行為 鄧親的建設公司表示 公司財務很健全 順利用惡意攻擊 作成公司困惹才會提出個手 我們來看陳彥彤本身別人有非常生意 所以我也真的來來懸用它不太的行為 從此希望社會大眾 讓我一個共同以後 不要再留團 不要一直下去 到這裡為止 感謝大家的關心 有尽读书下半生侯有民众 望路流言爱主义 欧亦配平安日故 都有可能救生不救作业 民众正望流言进行爱三思 大传新闻对西梁中华 彩虹博德